这两件暴击装备谁才是首选呢 众所周知 宗师和无忌 就是当前版本天花版级别的暴击装备 上单战士 打野刺客 发育入射手 基本上每个位置的英雄都会用到这俩装备 那么究竟该如何选取呢 如果两件都出的话 应该优先选谁呢 先来看看两件装备的属性 宗师之力是标准的战士装备 有攻击 有生命值加成 暴击率加成也不低 被动是每次释放技能后 强化下次普攻 顺带还能加个速 冷却时间是三秒 由于没有攻速加成 被动还需要释放技能才能出发 并不适合那些普攻流的射手 比较适合技能输出的战士英雄 正好可以弥补技能吸引时 没有伤害的问题 无尽的属性就要简单的多 高额的物理攻击和暴击率 被动则是暴击率越高 自身的暴击伤害就会越高 是暴击英雄的合计装备 所有的射手和靠暴击吃饭的刺客 都必须要出上一把 两件装备的定位不同 所以是没办法衡量强弱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想要玩暴击流 无尽必须要出 宗师可以没有 作为唯一可以提升暴击伤害的装备 无尽当然是不可替代的 而且能决定暴击伤害的不仅是被动 更高的攻击率也会影响出出 而宗师虽然暴击率加成很高 但是这方面可以靠着其他装备和明文弥补 如果两件都出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小李更倾向于先出宗师 一方面宗师的合成小剑非常的香 光辉之剑不仅价格便宜 属性也非常实用 还能增加一个被动技能 要比单纯加属性的大剑强很多 在价格方面 宗师也要比无尽更便宜 虽然只便宜了40金币 但是能更早做出来 就是优点 最重要的是 无尽的被动 必须要等自身的暴击率堆起来以后 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想要对暴击率 光从明文去收益 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搭配其他暴击装备 而宗师正好就是暴击装备 所以先出宗师是必然的 宗师的被动 是只要英雄能使用技能 就可以随时出发 属于极战力 做出来宗师就能把输出伤害 提成一大截 这么一比的话 宗师的优先级是必然高于无尽呢 当然还有一种特例 那就是像猴子这种 本身技能就能提供高额的暴击率 不需要额外的暴击装备 就能出发更高级别的无尽被动 这时候就一定要先做出无尽 再考虑其他装备 毕竟猴子这种英雄 看中的是宗师的加速 和强化普攻伤害 如果需要更能扛的话 会随时把宗师换成坦克装备的 小伙伴们觉得 无尽和宗师 哪一个才是最强的暴击装备呢 关于留言讨论哦 拜拜